OpenAI首席執行官Sam Ottman 星期二在國會出席聽證會 對人工智能的風險作出回應 提議成立機構來監管人工智能系統 並確保其符合安全標準 對於外界對人工智能風險的擔憂 Ottman承認 如果人工智能出現錯誤 可能會對世界帶來傷害 但也強調了人工智能 創造新的更好工作的潛力 聽證會還假決了人工智能對話機器人 傳播謠言、侵犯版權保護 和顛覆某些工作崗位的擔憂 雖無立即跡象表明 國會將起草全面的新人工智能規則 但社會擔憂已促使國家機構承諾打擊 違反現有民權和消費者保護法的人工智能產品 本次聽證會標誌著國會 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的關鍵第一步 Ottman對監管機構的提議 主要集中在阻止可以自我複製 並造成傷害的AI模型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